先清國那樣子 對他們倆這是一個 common sense 我們絕對不是這樣子的 我覺得光從這點來看 就知道我們跟他們差多少 我覺得日本戰後啊 就是在亞洲音樂好像還不錯 崛起這樣子 那日本汽車也做過美國了 很多東西都做超過美國 音樂才怎麼做 我來聽日本跟美國音樂 還是差一大截 就是我漸漸體會到就是 那個文化差太多了 所以我必須承認就是 外國音樂要在音樂這部分 真的是圓很多 又大又人 對 真的是厲害 那我說不出來那是什麼 天上看是圓 對 而且我跟你講喔 他們用的器材 都沒有我們東方人好 我們東方人都用最好 日本本來是最屌的 做出來音樂還是沒人家屌 所以我就說 它就是一種靠 跟靈魂對話的一種藝術 那它來自於哪裡 我真的覺得它就是來自於 我們要跟他那個國家的 那種靈魂 大概只是再來做 同步錄音 同步錄音其實才很簡單啦 就省掉那些東西而已 同步錄音啊 這是不是從台路 可以說我講五月天 像五月天第二章算集開始 我們就帶他去日本同步錄音這樣 第一個是因為 台灣沒有可以同步錄音的地方 所謂同步錄音的地方就是 像五月天他們有鼓手 被吃兩個吉他 這樣子 那 他們四個人要坐在同一個空間裡面 然後可是這個空間呢 是為了要他們可以互相演繩溝通 這樣嚴重這樣 然後讓嚴重契合 對 可是呢 在這個空間裡面 只能夠收到鼓的聲音 吉他跟貝斯是受不到的 因為我如果 在這邊也放了吉他音箱跟貝斯的音箱 我的鼓的麥克風裡面 也會收到音箱的聲音 我在混音都會不好處理 所以呢 音箱呢 就每個人音箱都要各自還有一個小的房間 放到裡面去辦入收音 所以我等於是需要一間大的錄音室 跟至少三間以上的小的錄音室這樣 所以當時在台灣其實沒有這樣的環境 所以我們其實第二張就拉到 拉到 美國嗎 日本 日本 那第一張還沒有 第一張還沒有的原因是因為 需要同步錄音啊 那個就像我剛剛一開始講的那個 樂手一起的默契是非常需要 所以你不能當那個老爐屎啦 就是你很多啊 重來這樣 每個人都一直重來一直重來 那個音樂就會越來越沒有熱度 因為那個就會平掉了 所以我們怎麼錄啊 都會認為Take One是最好的 因為大家最新鮮 雖然好像比較容易突出 還是比較會有小瑕疵 可是它真的就是最好聽 這樣 也就是那個熱度就是 然後熱度會在你演奏一直一樣的當中 會開始漸漸的削減這樣 所以我很希望就是 同步錄音就是怎麼樣都 就是分開錄音這件事情一直達不到 就是一起的那個熱度 跟那個興奮的程度啊 真的會反映在那個聲音上面 所以我一直說聲音就是靈魂 就是因為它真的就是會傳遞出來 你現在的靈魂感受到的是什麼 它就會忠實的呈現 從你透過樂器這個界面 傳到你發出的聲音裡面 所以同步錄音的話 就變成說 像我們第二章開始同步錄音之前 我就會要求他們在台灣 等於是我們都要練一百次以上 一起練一百次 然後我們才可以出發去日本就開幹 原因就是因為要把那個基本功 還是那個基本功要練好 然後去那個財富 所以他們在台灣就先編曲 編藥曲之後等於是 我們去日本的時候 等於是就有點像大樂器的那種環節 可是我們一次就把它弄掉了 對 然後配上次回來就可以了 對 然後配上次回來就可以了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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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種環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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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會一起 有些人會一起 有些人 不會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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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人比較難一起 對 對 想完美 對 對 如果你願意接受那個當下 他就可以一起錄 對 你願意接受那個瑕疵的當下 就可以 有些外國特別容易接受的這種 是 因為他們覺得這就是當下 我就是要這樣唱 可是亞洲人的個性就是稍微會 吹放秋實一點 就 啊 我應該怎樣唱 所以他最想要步 那這首就沒辦法一起了 沒有人要等你 其實這真的跟個性有關 我覺得 我覺得老外的個性 還是比較就是 直接吧 這樣 就是直接 所以他們就是傳遞情感 他們就直接就 就 就發洩出來 發揮出來 那 我覺得這件事情還蠻重要 可是動畫人在這部分 比較含蓄 比較保守 他們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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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點是 不想麻煩別人 不知道 這件事情會影響到同步無音類的事情 我覺得 甚至影響到音樂 對啊 整個 影響到音樂是一定的 一定的 我必須 我分享一個經驗 就是我在控P.A的時候 就是 同樣一個 啊 那個樂團比賽 然後同樣一個樂器 還在上面 然後一直換團 一直換團 一直換團 結果我有一次在艾斯亞基的樂團比賽 換到一個外國團 同樣的樂器 然後那個P.A.其實都沒有什麼動 他們就開始演奏 因為你其實設定的時間很短 一下去 那人家的聲音就是不一樣 那麥公文就是很大 就是很大 然後樂器 他們才一個吉他組 一個被手鼓手 就沒有了 然後台灣的那個樂團 大概是四個五個 他們三個就趕掉全部了 那個就是一種 你覺得那是什麼 那是生命啊 God 我可以發表意見嗎 是 我覺得是一個教育環境 產生的那個氛圍 都是 都是 如果是贊助的就這樣 是 是 我覺得我們這環境 會讓我們不敢去犯錯 是 然後會很保守地去呈現 認為你應該對的東西 對 或是覺得在有些時候 需要依賴別人 因為其實 這是真的 比如說美國的樂團 他們的歷程 絕對什麼都是自己來的 我到我的地方表演 他的場地是沒有音響的 我要自己帶 古爺是自己帶的 不是 窮中自己帶喔 所以你看他們多辛苦 所以 他們 能在 國際上 被我們聽到的樂團 那真的是 都是要到一定程度 才會 通常 對啊 那個大告那東西 我很難解釋 因為 他們講話真的是比較大聲 這樣 然後 感情的傳達也是 傳達也是很直接的 我覺得都會反映在 聲音的表現上面 這樣 對 那就是一種情感的表現 就好像 我小時候看到外國人 說很痛 說 Ouch 就是 哇 就是他很多很多有的美人 剛開始以後 就覺得很奇怪 我們通常是這樣 就是 對 我覺得那個 就是還是有差 他們是連表情都不一樣 對 我們可能會忍住 盡量讓自己比較失態 可能我們有一個 有一個什麼在幫助我們 那 不是說這個不好 這就是我們的特色 但是 就是有一些含蓄 我覺得含蓄也是我們的特色之一 因為含蓄會讓我們用更美的文字 去表達一些直接的情感 那為什麼 我們會喜歡這些文字 就是你在這邊看到 哇 原來他是這麼澎湃 其實這也是一個蠻壓抑 但是又很 又很澎湃的一種情緒 我覺得這是美 可是 可是這對音樂的表現上 會稍微有一點弱 就是 算是一些弱勢 這樣 在樂手間有一句話很有名 叫做痛在手上 不是那個很痛的痛 是那個聲音的那個 T-O-E 就是音色 那個音色 這樣子 可是痛在手上 就是 跟樂器無關 跟錄音設備無關 就是你手下去的力道 這樣 那台灣有個很有名的鼓手 叫做小白 李手是一個音樂器老師 他在一場就是那種 好像在Bron Sugar吧 就是一個爵士的Pub裡面 然後 那個 那個 那天是用 那天是他去表演 所以他的鼓在上面 那他小鼓在上面這樣子 然後後來 就有個外國的樂手來玩 來見這樣子 然後就問他可不可以打他的鼓 他說請打這樣子 然後他就第一次聽到他 那顆小鼓從來沒有聽過的聲音 明明就是我一顆這樣 可是他打下去聲音就是不哭 天啊 那是我的小鼓嗎 我從來沒有聽過 他已經是台灣的A他了 他真的打得很好 可是那個老外明明就是一樣的鼓棒 然後一下去出來的聲音就是 我必須說是完全不一樣的這樣 所以通在手上這件事情 真的就是 是真實的 那你要不斷的去遇到這件事情 你才會知道那是什麼 那真的就是靈魂藉由你的手 藉由鼓棒 傳遞到樂器 發出頻率之後 再回到你的靈魂的那個過程這樣 對 完全的 但是真的是這 我記得好像有一個故事也是你講的 就是那個 梅蓮他們錄影 錄鼓 他有一個那個 只是他們的 他們的祭師吧 就是我們去加拿大錄鼓 然後就會有個祭師 帶他的鼓來啊 幫他設定啊 是加拿大人嗎 是加拿大人 是加拿大人 然後比彥鳴 比冠祐還小直還瘦 對 然後他的鼓一下去就是 我們都跟冠祐說 他很快 不要承認你是鼓手這樣 就是 差太多了 對 嚇神 然後後來冠祐下去打都不知道怎麼打 因為 剛剛他打出來痛根本就出不來啊 就是 人家的鼓民就 怎麼 怎麼一打的鼓好像是一套很爛的鼓這樣 就是 真的差太多了 這是 真是被電好玩的 我必須 所以我就必須說 那鼓民這樣真的是比較油 真的都要怎麼 怎麼去 對 他真的就是這樣 完全沒有任何的那個 就是 因為那個差距啊 是大到 我這輩子是不可能追得上的 然後我也不知道 什麼歌才可以追得上 那個就能好去打 對 但是 但是 這次沒得去世界隔離 我對 有感受到一件事就是 嗯 還有我最近有認識一個歌手叫 黃大文的幫家的製造 然後他是ABC他回來 然後 他剛才跟我說 他第一次聽陳奕迅的演唱會的時候 他不知道在幹嘛 因為他不懂中文 他後來開始去學習中文 然後再去聽 他覺得很感動 他嚇死了 因為他 因為他以前的聆聽習慣是國外的歌曲 國外的旋律 國外的編曲 然後他 在某些 形式上的旋律 華語是比較sweet 就是比較甜的 就是那種旋律就是要剛剛好 就是不能怪 不能有太多的華裔 不能有太多就是 你聽你就是很舒服 就像你以前早期的流行歌 你就會一起跟著唱 美國是有非常多的 像王菲的我願意有被翻唱成國外的版本 然後一聽就好難聽 因為王菲是 我願意以為你就是順順的 他就是外國人就是不喜歡順順的 他們就喜歡突然來一個什麼 因為那是他們自己靈魂的表現 就算他們唱錄YouTube的cover 他都不要跟那個歌手一樣 我覺得這是他們的特色 我要保持我自己 所以我覺得從這裡來講還蠻好切入的 就是我們應該還是可以做出 所以我非常建議大家所有的樂團還是歌手 不要再去學國外的樂團 想要做一個什麼什麼什麼 我要做個像誰誰誰的東西 你是做不過他們的 對 你就找自己的聲音吧 找自己 絕對還是找得到 那是找得到 我覺得像閃琳好了 我覺得他算是 就是國內樂團少數真的有打入國際市場的Bang 原因就是因為他有二虎 因為他有外國人不會用的東西 其實就是這樣 對 那像日本 我記得沒錯的話 不算是Newsweek還是Time雜誌 這是日本的第一個流行樂手上他們封面的 這是最明年情 因為他們覺得最明年情的音樂 有一種日本的特色味道 那是外國人不會的 外國人其實他是會欣賞你的 如果你的東西是他做不來的話 可是你要學我 你就 你就是 他們就說你是Copycat 就是這樣 就是說你沒有靈體 就是 很難 所以不要去我想要做誰 就是找一個自己的聲音吧 最好是外國人也學不來的東西 可能很難吧 比如像他講王菲歷史我覺得就很好 就非常好 王菲的聲音外國人學不來的 他的聲線那樣的唱 那首歌就對了 外國人真是唱得到 你講就對了 你都可以抬起頭 像我就剛開始講 外國人就是比較厲害 就是比較厲害 就是越講越沮喪這樣 可是我相信我們還是可以找到 然後我覺得這樣 那台語歌也是一個很重要 就是 還有一個最美的地方就是 他可以用很直接的字 他其實不用太美 我覺得有些台語歌是真的不用太美 就已經表達到我要的來的情緒了 他不用到中文有這麼多的啊 比喻啊還是什麼 他其實我覺得在某方面他是直接的 然後Liholo都可以唱進去 你都不會覺得很怪 我覺得就是台語也是一個 我們可以去發展的特性 而且我們其實從小都聽很多啊 我都是看那個 機構啊還是什麼 中學中學 大概是這樣 因為製作大概是這樣 現在好像 我可以去講嗎 可以可以 大家還想聽嗎 然後我們就換到創作的部分 你還是可以坐著啊 那創作的部分其實 我不知道怎麼開始 大家有什麼問題啊 沒準備 可以延續剛剛的問題 可以啊 剛剛沒有問題 剛剛有講到說就是要用 對 然後因為我知道就是聽那個 老師的音樂就會覺得 跟自己的 對 第一個是 第一個我覺得就是詞 那因為 假設我今天很喜歡 就是 JR塊或是一些Disco的東西 我會盡力把配樂做得很 很像國外的 因為那個是 他們的 根 就是真正的音樂 這個音樂的根 我不想要去 加入所謂的 台灣元素 在音樂上喔 我自己做法就是 音樂上我反而要 很像那個感覺 因為那個是從那邊出來的 但是詞呢 我就要從我這邊出來 因為這是 這是剛剛他講外國比較 那個國外的量子比較圓 感谢观看